好 將軍你怎麼看 現在中國大陸跟美國 在拜登政府交往的時候 誰到底有底氣呢 你覺得是現在習近平主席 帶你的團隊比較有底氣呢 還是拜登政府呢 我投的是我們中國大陸 這邊的一個底氣更主 為什麼呢 因為一邊是全世界都希望 能夠和平靠中國 然後布林肯或者是拜登 他們這些團隊 可能要去找工作了 因為拜登垮臺 這一次在東盟的時候 有一些外長峰會等等 中國大陸外交部也已經證實了 外長王毅會跟布林肯進行見面 兩個要談什麼呢 一定會談到台海 一定會談到南海 這些相關的議題 但中國大陸這個底線化的很足 但是布林肯你的底線在哪裡呢 你很強硬對不對 但是你都快要下台了 將軍你怎麼看 對 我認為第一個是南海問題 因為南海的問題 菲律賓 因為包含仁愛礁 包含黃岩島 包含仙兵礁方面的問題 最近的話 也是比較緊張一些 那在這個緊張一些 這個布林肯過來 要跟王毅在外面談一談的話 我想也是為了南海能夠降溫 不要升溫 因為小馬口是 他採取的是比較強硬的立場 也造成一些海上的衝突的事件 然後現在對馬德雷賬號 要去做一個處置 說它是因為影響到附近的海洋生態 這個要對馬德雷賬號做處置 然後菲律賓也跟中國大陸 也開了一個協調會 要採取報備制 然後這個可以讓你檢查 帶的就是這些 中國大陸有規範 這些相關的焊接裝備 跟修補的這些裝備 不可以帶 可以帶這些醫藥或者是食物 飲水 不可以加固 不可以加固 是這個樣子 換句話在這一方面的話 是有稍微緩解 但是南海問題是重點 因為台海也是 因為台海的話 目前中國大陸跟我們知道 這邊有相關的演習 然後中國大陸在這方面的 包含戰機 包含他的軍艦 都在台海周邊在那邊做活動 那美國在這一方面 也會有所關切 那中國大陸也會有所表態 美國的關切跟中國大陸的表態 他們會採取一個 可能會有一個 我們講的折衝點 會有一個折衷 採取一個折衷的方向 看要怎麼去解決處理 但是這個議題最起碼 會在台面上來做討論 但是問題是剛才主持人有講到了 因為民主黨 因為拜登 他讓賀吉尼 然後目前的狀況 就算賀吉尼上來布林肯也要滾 對 也是不一樣 對 也是會變 如果是川普的話 那你可能也不買帳 對 所以很難講 因為現在在政策 一般我們來講話 就有點說看守時期 是 你看守時期沒有辦法做一個重大的決定 對 因為看守時期 你隨時會下 那你下了之後 你講這個話還算不算 對不對 你要說算 但是你已經不在位了 對啊 那你說不算 你還有這個不到半年啊 其實說實在還不到六個 還不滿六個月了 因為11月要選 而且說11月一選完之後 其實距離11月完畢之後 那就完全是剖腳 對 標準的剖腳 那剖腳的話 你講話算不算 就變成一個大打折扣 其實我們說現在發現 像拜登政府當中三大天王 包括布林肯 蘇利文 還有奧斯汀國防部長 都可能已經是搏腳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外媒說 就算賀錦麗 哈里斯上台 這三個人也會換掉 所以呢 那你跟你談半天要怎麼樣 所以王毅真的是很有禮貌 我們商定好了還是要談 但是呢 這個南海局勢 台海局勢會不會穩定呢 還是中國大陸也展現出實力 逼得你美國也必須要好好來管控分歧 所以呢 那你菲律賓之外呢 這個印度 你也好好想想 菲律賓現在也是 變來變去 怎麼要跟越南舉行呢 這個警務的聯合演習等等 那一定又是要針對中國大陸 然後印度的部分 你看到王毅呢 又跟這個印度外長 又是好說歹說 加強對話啦 妥善分歧啦 體現全球南方合作啦 那蘇傑森有說 對了我們要分歧 要趕快解決 然後有些建設性 但是呢 你不要說一套做一套啊 因為你做的事情 都是在圍堵中國大陸嘛 最近呢可以看到說 印度還要買呢 什麼呢 S400啦 這些菲蘭當然 他已經買了 然後現在是陸陸續續招貨 然後呢重點是呢 他要對哪裡 其實要對的是 像是呢 這個巴鐵這個地方嘛 以及中國大陸 要陸陸續續布 還有呢他要買什麼呢 S400 還有呢 S500 也要對準中國大陸 然後呢還要買蘇57啦 說要打這個殲20 但是蘇57跟殲20 是個同等量級嗎 將軍你怎麼看 我都認為現在印度的問題 因為 他是像俄羅斯採個 俄羅斯的話 因為烏克蘭戰爭 俄羅斯把置重點在 這個烏東地區 所以他的S400 甚至S500 在俄羅斯的話 他是會有管控的 那這個蘇57的話 逆中戰機 俄羅斯也是有管控 所以印度想要 一時兩刻拿到這三款 S400 S500 還有 S57的話 他的進度都會受影響 而且印度有一個 他的整合的問題 因為他的防空雷達是美國的 但是這些 這些飛機 這個作戰指揮管制 是俄羅斯的 你會有整合的困難 因為他不是光有俄羅斯 他也包括 還有 很多法國 法國的 這個幻象跟標封 他也有 所以 這個我們講印度 他是整合的困難 雷達既然是美國的 但是問題是你的戰機 卻是俄羅斯的 你變成這個狀況 不同系統 對你不同系統 你怎麼去管 尤其是 尤其他有講的那些平譜 那平譜怎麼去管制 那法式的平譜在這邊 美國的平譜在這邊 俄製的平譜在這邊 那你要怎麼去管制 要怎麼去整合 光這個真的打仗 你後勤整合就很困難了 平譜的整合跟管制也很困難 所以你到印度去的時候 如果你用手機 你這邊坐一坐之後 到那個地方不通了 因為這個地方是用這個的平譜 那個到另外一個地方 那個站另外一個軍區 他管制那個平譜 你這個平譜 這個區塊不管制 但到那個區塊的時候 那個平譜管制到這個平譜了 所以你那個手機又不通了 你要換到那邊去 所以是這個 所以印度困難是困難的 平譜不一樣 不一樣 你怎麼樣 你的共同作戰圖像就有問題 你的空中指揮管制 也會有問題 指揮體系也會出問題 所以他的戰力想要去發揮 你可能有百分之百的戰力 但是只剩下 你只能每一個都只能發揮百分之八十 這個也百分之八十 這個也百分之八十 就變成這個狀況 所以呢 這個也是另類的配多利分 因為你用太多其他的系統 整合在一起 變得不能整合啦 所以將軍你怎麼看 因為呢 他的美夢就是什麼 S400不錯嘛 S500不錯 都買都買 然後蘇五七也不錯啦 要對準的是殲20 但殲20人家對的是F20 F35 F35都說已經輸殲20了 啊你這個蘇五七真的是可以嗎 因為你可以看到殲20 我們光拿這個 數字來攤開 蘇五七他用的發動機 叫117S的發動機 推力是14.4噸 中國大陸現在 早就換中國新的 涡扇15好嗎 他推力18.5噸 F22推力也只有17.7噸 所以呢 他涡扇15都已經掉打 F22還跟你比咧 那更別說呢 他的就算低階的版本 涡扇10C的話 他的推力也超過14噸 早就已經跟15其實不相上下 因為涡扇15他不要向量噴水 他就完全全全 使量噴水 對他不用使量噴水 就像我們講的 向量噴水 那他這樣子的話就整個單純 那單純的話推力就可以大 而且發動機的重量稍微減輕 那這樣子 然後那俄羅斯的舒服管 他還是有向量噴水 OK 但是向量噴水 本重 但是他的問題是 他飛行可以飛線性 那我們講到的 殲20的他的飛行就不是線性 完完全就是線性的 這時候做法 但是經過考量之後 還是涡扇15 還是保持傳統的 就不用用像死量噴嘴 是這個樣 那這樣的話 他的發動機的推力就變大 那變大的話 推力變大 整個性能會做提升 那我們想講呢 這個蘇57的話 因為俄羅斯在這一方面 也是他在科技的研發 他是稍微遲滯了 而且重點是他也沒量 他遲滯了 其實我講一個最大重點 他也沒量 想要怎麼賣 那他就遲滯了 所以我認為現在 印度的王牌 應該是標封戰機 對 標封戰機 就是像那個 但是標封戰機的數量也有限 第4.5代 所以他現在 印度來講 他自己研發自己的 我們叫做光輝 光輝 光輝也不行 所以印度他的狀況 他的空軍的能力 是他的弱板 他只能外購 那他自己要 自己要生產的性能不好 那自己的性能不好的話 要外購 外購又太雜 如果太雜的話 你就沒辦法做 你的整合上 又是一個挑戰 詹英俊剛才講的一個重點 空軍是弱板 那我想問 海軍不是弱板嗎 海軍他也是 因為海軍 他的航空母艦 因為印度來看的話 他的 他的整個的後勤 補給保修 就不行 他沒有一貫性 他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他強調他不結盟 不結盟 他的武器 不壓寶一個地方 我們通通買俄羅斯 他被俄羅斯控制 那買歐盟 歐洲系統也被 會怕跟歐洲也控制 那買美國系統 也怕被美國控制 好 那通通都買 你問你通通都買 你就通通都困難 你就 就搞不好說 你的這個車子 買了你 其他零件你不能用 你只能到原廠去 那是這個樣子 那同樣的 那你要各種三套 你就變成了 我們講到的 就是經濟不規模 你如果是整個的 有整體性 你經濟就規模 大家都可以通用 它所有的零件都不同用 發光機從不不一樣 連機翼也不一樣 系統也不一樣 還有你的側台 手工具都不一樣 你就困難在這個地方 而且你還不能互用 就是說我今天 這個飛到你那邊去 你要不要飛到我這邊來 你的基地 你這個軍區用這個 就用這個 你這個軍區用這個 就用這個 你這個軍區用這個 就變成固定式 沒有辦法交流 所以將軍的大白話就是說 你不要以為說 什麼只有小孩子在做選擇 我通通都要買 買了半天之後 整合不起來 其實你真的是慫包了 因為現在陸海空 通通都是你的弱版 你到底軍事哪一個是強的 一個非常大的問號 還有中國大陸 現在真的沒有要跟你印度比 因為印度跟中國大陸 是不同等級的 說到了航母的這一塊 央視有重磅消息 央視自己官宣說 福建艦就是當今的世界上 頓位最大的飛河動力航母 還有呢 那大家關心的是三次海事 大陸國防部發言人 張小剛就說 有人說是不是第三次海事等等 他的說法很有意思 他說 建造過程當中正常安排 會逐步展開後續的事業 意思就是 對啦 我們在海事 對 他這樣的話 換句話他同步進行 他不是說只有一艘 因為他是世界上 頓位最大的傳統動力 因為8萬噸級 傳統動力的航空母艦 而且是電子彈射 然後這個大家就是變成眾所矚目 然後他這個 艦載機上去的時候呢 他把這些包含055 包含052 還有包含054 通通在旁邊 這個辯對打進去 就直接成立 他就這樣子成立 那隨時的話就變成了 我們等你的飛機上艦之後 就直接形成戰力 直接形成戰力 你就不用再配套這些了嘛 這個已經配套上來了嘛 你055就領軍嘛 052D還有054A 你就就位了嘛 後面還有一艘 那個 對 我補充一下 這就是剛剛將軍說的 對 衛星照片捕捉到 這個20公里出現了好多 但我補充一下 它其實沒有055 因為呢 其實福建艦那個配置的 其實還沒有055 但是看到什麼 052D跟054A的護衛艦 但我們都知道 遲早也會給他們055的 對 還有這個水 水下的潛艦 潛艦也有 做水下掃蕩用嘛 對 所以他這樣的話 他把這個信念通通就緒 對 就是說 等到艦染機全部完成了 空中打擊的戰力 完成的時候 水上已經成型了 它就一起了 它就是航母戰鬥局 不是說分解動作 一次組合動作 那組合動作的話 整個這個 因為它有的就是 我們遼寧艦跟山東艦的 這方面的作業的程序 他已經都非常熟人成熟了 直到這個時候 你看他在第一代的時候 遼寧艦跟第二代山東艦的時候 不是這個樣 它是分解動作 對 這是第一次的組合 組合拳 組合拳 它以這個 這個艦載機還沒有完全上艦之後 它這個 這個052跟054都已經就位了 對啊 是講它整個組合 對 這個是速度太快了啦 因為呢 我們都知道 航母是海事啦 慢慢來啦等等 那在艦載機一步一步來 到航母的戰鬥群 這已經就是已經成軍 已經有戰力 要訓練戰力了 就沒有想到 那個將軍說 這個意涵 這張照片的意涵就是 我已經在下組合拳 我已經可以跟這個 我的護衛艦 這些驅逐艦 全部呢 都一起進行整合式的一個訓練 那更別說這一次 也可以看到 它飆升 那個速度好快 20公里距離 只有這個雙尾流 雙尾流 代表它速度很快 也許就是30節的一個速度了 那更別說呢 大家關心的是 什麼時候艦載機上艦 這都是外媒 有一些相關的推測 說啊這個也許 殲15T已經上去了 空井600也已經上去了 哇這個艦載機上艦 有什麼意涵 我們可以看呢 它的尾流 越長表示速度越快 是這樣的意思 你如果尾流 你速度慢的時候 尾流是短的 那你尾流要上開 你這個四軸要上開 這兩個外面是最大 你這樣的話不會互相干擾 但是不是說你一直在 全部四個一動 不是這個樣子的 你要輪修 就好像你開空調 不是全開 OK 你要輪流開 你的20 那個船排跑的是20小時跑 是這樣 是輪流開的 是這個樣 那它現在的這個 我們講到的這個 試駕的這個艦載機 包含這個殲15 也包括的是 空井600 它現在就順便開始做驗證 那做驗證的話 它最重要因為是它第一次 做電磁彈射 那它相當謹慎 因為不能有任何差值 沒錯 那最重要是看電力的供應 還有它裝備的可靠性 因為這時候做驗證 如果這些彈射會有出問題 我們知道這次 一架飛機是非常昂貴的 所以一定要十拿十穩 不是十拿九穩 一定要十拿十穩 所以還要一個 美國都是 這沒有百分之百的 美國都是99點幾而已 那就是說你100架是有99點幾架是安全的 你還是百分之0點幾是不安全 那中國大陸一樣是這樣 就跟我們講的黃金沒有99 就是最了不起的四個9好不好 沒有百分之百的啦 同樣這個也是一樣 它要做一個很謹慎的驗證 將來才能夠確保飛航安全 是 我們之前都看到山東跟梁嶺 在進行起降的時候呢 將軍已經說的是零失誤 因為日本都是捕捉嘛 因此呢在福建艦 艦載機起降的時候 也不能有任何失誤 所以呢非常的嚴謹 好另外再來看到中央大陸 造艦或造軍機都是很嚴謹 但是呢 哎呀美國想要求什麼呢 求日本就算了 求韓國就算了 如果求印度的話 你真的要小心了 那美國跨的就不斷說什麼 我們吳甲大樓說 我們正在跟五個印太國家協調 建立了印太維保框架 為美軍啦聯盟提供維修跟保養 天啊那你不要找到印度耶 因為印度最近夢買海軍的造船場 出現這個尷尬的場景 進行維修跟改裝的 在這裏布拉馬普特拉號護衛艦 就是雅魯藏布漿號 然後呢就被講說呢 他進行維修 他在維修就有火災了啦 這不是很窮 不是光這個 因為印度的它的輕型航空母艦 曾經也有發分子爆炸 對 這個都是發生過的 發生的爆炸 對沒辦法 因為它早氣啊 天氣一熱 印度你也知道 它屬於那個 也是屬於亞洲太的氣候 它那個溫度一高 一爆炸那不得了 那個整個是 這個是飛艦 那就是早氣嘛 早氣的威力也很大 早氣其實跟那個 那個威力也是跟瓦斯爆炸 是一樣的 是這個樣嘛 那換句話說印度在這一方面的 技術的成分 包含它打的那些洲際彈道飛彈 有時候看它也是失誤啊 印度是這樣子 那有的時候就是發生失敗 原來像印度在這一方面來做事情 我想你也吃過那個印度餐 那你就要小心一點 你可能要吃一點 我們講到的 拉肚子的藥你要吃 沒有我們在台灣吃比較安全 或者是你比較 對 可能類似這個藥 它就是比較 因為人多的就 我們講的就比較大二花子 印度 你知道你是吃印度餐 看印度是大二花子 你可能是 但是有一個就是眼不見為盡 如果真的眼見了 你可能就吃不下了 你可能就飽了 那同樣的這個精神 隱私文化你可以拔飛到軍事文化 那到軍事文化那就不一樣 越尖端的科技 它是有更顯的 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剛剛看到那個 它的這個 這個飛彈的巡撫 那個護衛艦爆炸 就是這個 還有它的那個航空母 輕型航空母艦爆炸 那發分子爆炸 大概就這樣 跟印度的它的文化 跟它的管理文化 還有它對 這個科普的要求是有關的 對那這跟中國做事 嚴謹不太一樣 因為印度做事 可能比較馬虎一點點 你硬吹半天 你美國真的要找它 可能中國人也很開心 你就找印度維修 看你的航母會被維修成怎麼樣 看你的這個作戰艦 能夠變成怎麼樣 還能夠開出去嗎 一個問號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復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 請求職 judgment 請求職